大家好,我是艾蜜丽观 关注好剧一起来解析 《黑暗荣耀》第二季确定于3月10号上线 Netflix也公开了第二季剧照及特别预告 编剧经营署受访时还说 最痛快火辣的剧情都会集中在第二部 导演则透露 所有为复仇部下的诱饵都会回收 工作人员甚至表示 贤政啊 我今天也在网路上看了许多猜测文章 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目前我看了那么多 没有一个是猜对的 玩法都太普通了各位 第二季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将会更刺激更可怕 让大批网友更期待了 特别预告中 有人闹事 被捕 卡车事故 黑影跳楼 火烧房子 非法交易等 几乎全员失控 资讯量庞大 看来比第一季更暗黑疯狂 上线之前 我整理了23个透露剧情走向的细节 一起来解析最新预告及剧照吧 看之前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第一个画面的棋盘上 放了两个黑子 一个白子 黑子在同一阵线 这是第一季最后一集的画面 预告了何杜林在第二季会得知真相 并与闲政摊牌 帮助同营复仇 高跟鞋的主人左脚没有伤痕 看似穿着大衣 应该就是常穿大衣的同营 这场景是种满花草的伊甸公寓顶楼 这女人应该是同营的妈妈 有可能又被钱收买来女儿学校闹事 或是身上钱花光向女儿勒索 第二季同营有可能因此失去工作 无法再利用瑞帅来威胁闲政 下一幕闲政准备了一大袋的钞票 看似在贿赂某人 或进行非法交易 有可能贿赂同营妈妈 大省张贤男 太平间的管理人员或警察 或是给某人的封口费 掩盖他害影昭西坠楼或其他命案的真相 剧道中他又到莲花堂 不安地讲着电话 这次他是否又犯下什么惊世害俗的命案 这幕崔慧成看着平板 像是哭又像是喜极而泣 这平板很有可能是孙敏悟的 因为第一季他有给他密码 里面有可以让贤政或是梭罗 身败名列的致命证据 因此他看了喜极而泣 因为可以一次扳倒这两个人 也有可能他跟某人视讯 或是看到谁发来的消息或新闻画面 被人威胁而崩溃 或是发现孙敏悟没死而开心 且下一幕就是年轻版孙敏悟的纹身被盖住 代表他没死 毕竟这幕纹身的句子意思是 我死了 他奸笑的模样 加上演员在instagram上 透露第二季人有他的戏份 有可能是拍回忆片段 也有可能这角色其实根本没死 闲政敲了某人的车窗 网猜他有可能是发现了大神在跟踪他们 想用金钱收买他 或是用大神女儿的生命安全来威胁他 剧照中同营犯类看着某处 有可能担心大神或是如真陷入危险 或是某人因复仇计划而牺牲 除了尹昭熙跟文童银被电棒卷烫身体之外 闲政甚至承用打火机烧别人 这幕有可能是尹昭熙死前被霸凌的画面 抓住伊林胁迫的模样 之后再推他下楼 因此腹部才会有火 也有可能是金金兰或其他受害者被火烧的画面 第一季梭罗透过孙敏乌买毒 除了自己吸毒之外 还用毒品注射来控制其他画家帮他画画 卖画以谋取暴力跟洗钱 而证据就锁在一个房间或保险箱 这碗就是孙敏乌死前打电话给他的那碗 也许梭罗接到电话后去找他 殊不知在毒瘾发作恍惚时 募集了命案现场 之后才会在潜意识下画出绿色高跟鞋 后来梭罗染了金发想逃避警方的毒品药检 但最终还是被拆穿抓去坐牢房 他愤怒的望向某处 有可能是崔慧成或同营揭发了他的罪行 微笑目送他 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贤政母亲透过莲花糖进行非法逃色交易 赚到的非法暴力跟证据也所在置物柜 这幕贤政妈惊讶又愤怒的模样 也许同营将莲花糖非法的事实散播于网络上 或拿证据举报了他 也有可能贤政被判母亲 将妈妈送进监狱 以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 据照中何杜林似乎已开始观察莲花糖 知道真相的他又会怎么反应呢 政母的打扮跟孙死前打电话给他时一模一样 推测这里就是命案现场 他砸孙头之后 听到声响怕被发现 便匆匆逃走或派手下弃尸 也有可能是在当晚收到死亡威胁 某人将他的高跟鞋沾满血液恐吓他 他生怕自己女儿也陷入危险 而害怕落泪 因此才会慌张的消毒高跟鞋 政母大神满脸是伤 疑似又被家暴 他苦笑了一下 有可能是他杀了老公而入狱 同应去探望他 也有可能是女儿杀了老公 他顶替女儿去坐牢 或老公入狱 大神去嘲笑他 但这栏杆也有点像他家的栏杆 也许是回忆镜头 看剧照女儿满脸是伤 有可能被霸凌或是家暴 两人相拥而泣 应该是双双逃出魔掌而喜极而泣 但政母大神哭得撕心裂肺 有可能因为入狱 得与女儿分离 或是因为送女儿去国外 而不舍大哭 也有可能女儿被抓走 或跟老公同归于尽 让他崩溃 只希望大神跟女儿能有好结局啊 身为整容一生的如真 将为贤政整容 贤政可能想整容 以逃避通气逃到国外 他有可能让贤政无法再那样的笑 或是整成尹昭熙的模样 让他恐惧崩溃一辈子 或注射致命的药剂让他毁容 或生不如死 有可能是尹昭熙的死亡真相 或贤政偷情 或杀孙的画面 女儿不是他的 的证据 也有可能是收到女儿被绑架 或遇到危险的消息 贤政出手 有可能不止伤了童银 也反噬到自己女儿 和杜琳才会深入之下 与贤政决裂 一幕他坐在家中更衣室 拿着疑似是女儿的发夹 也有可能是尹昭熙 闻童银 金金兰的名牌 看来最终他会众叛亲离 失去所有 而这幕他看起来像是被什么射中 衣衫蓝绿 落魄的样子 也许已被通气 且崩溃到精神欢呼 另一边童银淋湿了头发 脸上还有伤 两人应该是大雨中有争执过 后来贤政被警察用枪制服 童银愤怒地大喊 不要再这样笑了 有可能贤政陷害了童银身边亲近的人 或失去理智伤了无辜的人 或自己爱的人 也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妈妈大喊 毕竟妈妈似乎有点精神疾病 可能犯下了很严重的案件 导致童银崩溃 这应该是审判杀人魔江永天的场面 因为他的爸爸惨遭江永天杀害 而入狱服刑 所以朱如真的情绪才会那么激动 也有可能是妈妈受不了江永天 持续记性骚扰他儿子 便决定自己动手杀了他 被判入狱后 如真才会失控 场景疑似是在和渡林镇建盖中的工地 有一个看起来像男人的身影坠楼 前两幕则是 如真跟童银落泪 坠楼的人有可能与童银如真熟识吗 童银的场景像是建筑工地 疑似是命案隔天早上 坠楼的人似乎穿着大衣 有可能是宰君和渡林吗 但和渡林需要照顾女儿 除非女儿在第二季因意外而丧命 她才有可能选择亲生 编剧也说过和渡林在剧中会是堕落最深 最惨的角色 童银发现她坠楼才会如此惊讶 加深了坠楼的可能性 而宰君也有可能是因为无法跟女儿在一起 爱的人也嫁别人 与和渡林在工地发生争执 不小心坠楼 贤镇冲进一个透着蓝光的屋子 身边都是警察 有可能瑞帅和渡林或宰君发生什么事或失踪 警察通知她来看案发现场 找线索或认识 这个房间墙壁看似有贴过东西 里面没有什么家具 跟同营的很类似 估计是失去瑞帅跟渡林之后 贤镇为了报复而火烧同营房间 也顺便将证据都烧毁 被撞的是长行的车窗 有可能是韩国押送犯人的车辆 或救护车 或公车 露营车 卡车撞押送江永田的车 致她于死 算是如真的报复 外面左边一排看起来像是露营地 有可能瑞帅被宰君栽去露营 差点命丧露营车 让和渡林濒临崩溃 觉得贤镇外遇就算了 还惹来杀鸡 让瑞帅身陷危险 但贤镇不觉得自己有错 也有可能贤镇用卡车报复某人 上了新闻 让和渡林忍无可忍 妈妈颜面及利益被损 而对她破口大骂 这幕疑似同营翻找证据或线索 好送贤镇入狱 置她于死地 也许同营一做好与贤镇同归于尽的准备 她的复仇计划真能实现吗 如真与同营出现在葬礼场 有可能他们的复仇计划成功 终于可以将迎朝夕的尸体好好安葬了 或是大神 大神女儿 如真母亲 同营母亲的葬礼 也有可能是孙敏悟的葬礼 大家觉得是谁的葬礼呢 以上纯属个人推测 若你有发现其他小细节 或有其他想法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哦 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